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台湾星期六举行了纪念 中华民国成立104年的双十庆典 马英九总统在典礼当中 就两岸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 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举伯你好 我们获系呢 马英九总统就两岸关系 发表了重要讲话 那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这方面谈话的内容 永泰好 那么这是马英九总统他主政 最后一次的发表国庆的演说 我们看到他这一次演说内容 几乎有三分之二的篇幅 都在谈两岸关系 那么他首先提到了 就是说他主政七年以来 那么他的两岸政策 不但没有听众卖台 也没有矮化台湾的主权 那么他认为这样的一个现状 是台湾现在朝野都支持的一个现状 不过他也话风一转地表示 他很担心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现状 未来是否能够继续地持续下去 那么他认为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现状 要遵守几个原则 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他不断强调的 就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 那么两岸维持不同 不独不武的这个现状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两岸之间的维持这个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这个九二共识 那么他也特别呼吁 那么未来的这个总统呢 应该要依照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继续地遵守这个九二共识 那么他也表示说九二共识呢 是合线合法 合情合理 那么在继续地延续遵守下去呢 应该并没有任何的困难 另外我们还看到了 就是我们知道在他主政的情况之下呢 马政府近来举办了一系列的那么纪念 对日抗战的这个活动 所以在这篇演说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他表示大陆当局最近也就这个抗战的历史提出了共享史料 那么共写史书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么他抱持了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 他说在对等互惠 那么档案公开还有不设禁区自由研究的这个原则之下呢 同时也不排除邀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参与 那么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将有助于两岸共同来面对历史 那么拉近彼此的距离 同时也有助于两岸的和平发展 许波 好 那么对于马英九总统的就两岸关系发表这个谈话 台湾的在野党民进党有什么回应呢 永泰 好 在野党方面的看法倒是比较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马英九总统在演说当中所提出的一些这个看法呢 他们认为并不一定获得了台湾大多数这个民意的这个支持 他们认为如果这个马英九总统认为这个并没有亲中卖台 并没有矮化台湾主权 相信台湾民众心中自有判断 那民进党的这个发言人王敏生他还特别强调了 那么台湾未来的走向呢 将要由交由这个明年的这个所产生的新的民意来决定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民进党非常资深的立法委员柯建民 他也强调了就是说民进党那么从来没有承认过九二共识的存在 虚拨 好 那么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呢 这一次首次出席了马政府所举办的这个双十庆典 以前蔡英文好像从来民进党蔡英文好像从来都没有参与过 那么这方面有什么看点和亮点呢 永泰 的确 大家非常的关注到底这个他出席之后呢 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政党领袖的互动的这个情况到底如何 那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个官礼的这个座位啊 是安排在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以及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中间啊 所以台湾朝野领袖的这个座位是安排在同一排的 那我们看到呢他们彼此之间呢是行礼无疑啊 相互寒暄 这个互动的情况倒不至于到非常的热情乐络啊 但是呢彼此之间是一个非常礼貌性的啊 相互的一些这个啊 有一些短暂的这个交谈 那么至于在这个啊唱这个国歌的时候啊 那我们也看到蔡英文特别避开了这个唱出这个无党所踪 这四个字啊 因为国民党一段不断的认为就是这个无党所踪 这个四个字呢不符合这个民主的这个政治 那么最后我们还看到就是马英九的总统 他的夫人周美清女士啊 在和这个国民党现在的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那么他身而过的时候呢 给予洪秀柱一个非常大的拥抱啊 那么这成为了这次的这个国情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因为我们知道洪秀柱现在呢 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这个压力啊 要他这个退选 那么事实上他心中是有一些不满的 那么周美清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稍稍可以化解了 那么可以说是洪秀柱现在心中所受到的一些委屈 去播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 稍后呢我们关注朝鲜举行的另一个重大庆典 不要走开 好 来 好